32. 《蘋果日報》 港股散戶信心8個月新低 2015年7月27日《財經要問》 B02本部信 散戶心談 信心創8個月新低 港股由高位下錯12%後 本部上週五以電話訪問形式進行的散戶調查顯示 看好後市的散戶指標 由前週十七點一六降至負四 意味由樂觀轉悲觀 為今年一月以來首次負數 亦是去年十月以來信心最低的水平 短期有二入市者比例亦由10.45%至7.02% 分析指使放棄分級轉差 次本週或持續在二萬五關留下浮沉 資金或低開餘三百點 次上週類計錯二百八十六點或 百分之一點一 報二萬五千一百二十八點 最 意股連續三週反彈下 只反而連續六週走低 上週報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九點 全週跌百分之一點四 日均成交雅只有八百一十一億元 為四個月以來最低 以追蹤環球資金流向的 EPFR 數據顯示 截至上週三至再有二十五億美元 約一百九十五億港元 資金撤離中國股票基金 另一方面 港股美國預托政權上週五除外圍走藥 綜合主要藍籌表現 預料資金再低開約三百一十六點 失手二萬五關 有達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洪麗萍表示 港股金或外圍弱勢走低並失手二萬五千點 本週四為本港期指及新加坡A50期貨結算日 加上聯儲局議息 大使官望氣氛劃持續 估計上落區間劃下而至二萬五關留下 封城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王國應則認為 目前外資對中國的憂慮越來越明顯 氣氛因而變得悲觀 去到只要有中國徵鏡 後市瓜多個財 空多吉少 預料將有更急速跌勢 估他今日將會以減房為主 並足以淡倉對沖 另外 去年六月華牌的中州證券1375 昨日公布 計劃以每股4.28元 折讓百分之18倍受5.92億新股 集資淨額約為24.75億元 集資所得約百分之75會用於資本中介業務 包括但不限於融資融券等 不過 值得留意的是 內地七月初動員中州證券在內的21間券商出 1至1200億元人民幣暴力救市 如今中州證券配股 大有要 股股股東 埋單之二 5.復習的電影 4.2.3 3.3 各方位 6.201 3.4 8.4 4.4 7.4 7.4